好,所以现在各位应该已经越来越清楚什么是sml 至少清楚什么是sml 虽然那个程式可能不见得你现在马上就可以100%理解 但是应该知道什么是sml 知道我们要从sml里面捞出一些栏位要怎么做 也是写很简单的程式 并不会很难 只是要花一点时间因为程式都比较不好理解 好,那所以sml其实它是一个树状结构的讯息 那透过这个树状结构的讯息 我们比较容易能够从里面捞出我要的东西 那如果你今天有好几个好几个记录 比如说有好几个人的资料 那你想夹出每一个该怎么办 也不会很难喔,因为你只要先夹出第一个 然后呢,把第一个的尾端的那个指标再拿出来 再夹出第二个就好了 就这样 那当然用夹的是一个办法 那真正处理sml 它们会有一些韩式库给你用 像有一些叫DOM 就是它把整个sml剖析成一棵树 然后你再去取得就好了 像浏览器里面都是这样做的 那你用javascript 就在浏览器里面容易取出这些东西 那其实如果用javascript更容易取出一种格式叫json 它其实是sml的简化版 它的语法非常简洁 那这个东西可能各位如果写web的话 你就必须要很清楚 因为写web的人目前应该是一定会用到json 好,那我们主要是在 这门课主要从简单到复杂 简单其实像标记语言的处理是比较简单 那像自然语言的处理就比较复杂 那上礼拜我们有讲过 我们定义一个东西叫做对自然语言完全理解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一个程式对自然语言完全理解 我们意思是说 它就像解译器对程式语言完全理解一样 但是解译器 解译器怎么能叫对程式语言完全理解呢 因为解译器可以把程式执行 它可以忠实的执行那个程式的动作 我们就说它理解 那同样的如果 程式能够忠实的执行你自然语言所命令的动作 那我们就说它理解 OK 那比如说 它说显示雅虎首页 然后你的电脑就啪到雅虎首页 那就是理解 好 那如果它说帮我找个女朋友 然后呢 那个 诶 程式就会说不好意思 我没这个能力 对 那这是它理解了 它才有办法回答你说我做不到 好 那 对于 人造语言其实通常都比较容易处理 因为人造语言 我们都会故意造的比较好处理 比如说 C语言 程式 JavaScript 或者是之类的 Ruby Python 这种语言是 凡是你不符合我的语法的 我就认为你错 所以这样就很容易处理 但是自然语言不一样 自然语言是 凡是我写得出来的 你都要能理解 没有所谓的错这件事 那就 那就 游戏规则完全反过来 一个是由程式主控 一个是由人主控 人主控的程式就很难理解 好 那 程式语言的理解 我们会说 C语言 然后被翻译成中介语言 中介语言 再翻译成组合语言 OK 翻译了组合语言之后呢 再去执行 它可以执行 正确的执行这些动作 就是理解了 那当然 如果你的C语言就写错了 那 组合语言执行出来是错的 那当然 它还是理解啦 因为你本来就是写错了 对 好 那 程式语言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 像 比如说 我现在有用程式语言在做CPU 用Vlog来设计CPU 我用VHDlog设计CPU 我可以用Spice去模拟某个电路 OK 这些 在程式语言上面现在都 都已经很成熟了 好 那 不管是哪一种语言 它都有词汇与句文章的程式 像这样子 这是词汇 BOOTH READ JUMP 中文 读书 约翰 这些都是词汇 在词汇 HARI POTTER HARI POTTER HARI POTTER HE READES HARI POTTER HARI POTTER 好 那这样子 就是文章的程式 那文章的程式 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 或者是一整段的 副程式的程式 我们就认为说它是一段程式的文章 OK 那一样一段副程式的组合语言 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组合语言的文章 OK 至于为什么是这样 系统程式那本课有上过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 解语器 它也很容易的 就可以执行像这样一段指令 只要它先把它转换成一颗语法术 再透过语法术去执行 模拟执行的动作就可以 那甚至我们也可以 在转成语法术之后呢 再把它马上编译成 编译成机器嘛 这种就编解译混合技术 这个现在其实用的很多 编解译混合技术就是 它们通常叫just-in-time compiler 就是立即的编译器 即时编译器 那这个现在用的很多 像Google有释出一个叫V8的JavaScript JIT引擎 那它就是采用这种即时编译 那Java的JVM其实也是一种即时编译 但是它的编译程度比较低 它是在bycode上面做即时编译 好 那对自然语言的处理 现在电脑就做不好了 像这里我我刻意弄了一个Google翻译 那Google翻译把那个维基百科 我抓到的关于Chomsky的介绍 翻译出来 其实你会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乔姆斯基是语言学家 哲学家 认知科学家 逻辑学家 确实是 那政治评论家 加社会活动家 他是学院教授 这里可能他就没有写哪个学院 他可能不认识那个字 he is an institute professor and a professor and mitre in th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 and philosophy at MIT 他没有写MIT 对不对 哦有耶 他有写MIT 那他说名誉教授 在麻省理工学院 语言学与哲学系 这很怪哦 因为我们通常会反过来 他是麻省理工学院 语言学与哲学系的教授 我不会说 他是一个什么什么的教授 然后在哪里呢 这样很怪 那不过Google其实已经很尽力了 我们现在要做翻译 也没有办法翻得比他更好 好 那他在 呃 就是后面这段 你有时候会觉得 诶 他好像还OK哦 OK 这段还OK 下一段你可能就会发现说 诶 有点怪怪 他成了出 此后不断出版的书籍政治 书籍的政治批评 他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美国外交政策 他怎么会是一个外交政策呢 这就很怪 所以 所以这里显然他的翻译就是不够好 那 这个是没办法 目前的科技水准就直到这里 那 或许各位未来有人可以研究出比较 强的机器翻译的程式 好 那对于标记语言的处理哦 其实标记语言有时候可以帮你 就是如果你 你的标记标的好像sm楼那样 举个例子哦 我们刚刚这一个sm楼你要做机器翻译容不容易啊 像这一个sm楼看一下 我们刚刚的这个sm楼你要做机器翻译容不容易啊 非常容易啊 为什么 你要把它翻成英文很容易啊 把它翻回中文也很容易啊 为什么 很简单啊 43 翻译成英文还是43吗 金门线就直接翻译字典查 如果有金门线就把金门线换过来 这个名字如果万一查不到 没关系啊 因为你知道它是名字 就把乘翻译成英文的乘 中翻译成英文的中 乘翻译成英文的乘 就好了 用英译嘛 对不对 这里 其实名字只能这样翻啊 那另外 南 翻成mail 这个字典都查得到 所以会很容易翻 那各位可以试一次哦 就像 比如说 举个例子 Google翻译 我现在呢 跑到Google翻译里面 然后它这里有 说翻译嘛 那但是呢 这里 对调语言 它说你也可以翻译文件 有没有 好如果我翻译文件 哎呦 这个文件是这种文件 我想翻译的是那个网址翻译 Google的网址翻译在哪里 哦 我看一下 网址翻译 诶 没有看到 网址翻译 我印象中应该是可以 好我试一下 看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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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翻 放 選擇英國好了 好 選擇英國 UK的 好 這樣沒有翻到啦 誒 真正的網址翻譯在哪 網站翻譯工具 是這個嗎 哦 不是 好 我看一下 Google翻譯 誒 就是跑到這裡了 好吧 沒關係 那我直接把它貼進來 應該 我記得可以這樣翻 那突然之間找不到 我來舉個例子好了 這個Yahoo 現在這樣 不容易 好 就這段 複製 貼上 那你會發現它這樣的翻譯翻得都很對 Yahoo site Yahoo site 或Yahoo網站 那 Mail 郵件 Ansys 答案 Career 職業 Cars 汽車 他其實他其實都翻對 他其實都翻對 好 那 這個 為什麼可以翻對 那 但是 如果是這個 來 我來找 一篇 好 剛剛這個都翻對 好 剛剛這個都翻對了 好 剛剛這個都翻對了 那 這邊呢 好 英國人是一架小型飛機墜毀19人死亡起飛 最後不久從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 警方說 是那個 可以看得懂意思 但是他 他的那個倒置很嚴重 警方說大家在船上的雙 雙引擎螺旋槳驅動的多尼爾飛機在事故中死亡 飛機怎麼會死亡呢 這很奇怪 那 其實也包含中國和7尼泊爾 為什麼會有7呢 是7個尼泊爾人 也包含中國人和7個 5個中國人和7個尼泊爾人 他沒有翻出5個 也沒有翻出7個尼泊爾人 他是翻7尼泊爾 那這個 這個就是 目前翻譯的一些瓶頸 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 在翻譯單詞的時候 他翻譯得很好 就是 我們那個不是一整句的 是一個字一個字 他翻譯得很好 因為電腦的記憶力很強嘛 但是翻譯多的 那種東西的時候 就是整句的時候 他就不行 是不是外面聲音很大 幫我把門關起來 是後面 是後面喔 那沒辦法 後面不能關 關了會很熱 是 外面在施工 他們那個是民宅 那沒有辦法 我們不能干擾民宅 沒有辦法 大致上 是這個樣子 我們想 說的就是 現在翻譯的動作 是困難的 那 語言的意義 语言的意义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自然语言理解的那个定义 其实就直接从那边衍生出来 我们对语言意义的定义其实就是 它可以像解译器对程式语言完全理解那样去执行 那所以呢 语言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 它有固定的意义吗 那我说这一句话的意义是什么 那那个意义是指什么意思 这很奇怪意义的意义是什么 那之前就有人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叫做意义的意义的意义 OK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是有点困难 因为好我今天我知道意义了 那这个意义的意义是什么 那意义的意义的意义又是什么 那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哲学想法 那即使有这样的定义 那语言的意义应该表示成什么样的结构呢 那它像在语法理论当中的语法术吗 还是说它有不同的结构 或者是它应该采用跟术状结构不一样的架构呢 那对电脑而言它都可以执行程式语言 所以我们说它程式理解这个程式语言 那编译器和解译器是如何执行程式的 它其实就把程式语言翻成一串的机器指令 然后再交由CPU去执行 这是编译器 那解译器呢 其实就是建成树状结构之后 模拟每一个动作 把每一个变数 你说它指定之后 它就把新的值塞给这个变数 或计算 那就把两个值呢拿出来做运算 那 所以我们可以把CPU的指令级 视为这个程式语言的意义 如果你已经翻译完成的话 我就把那个CPU的指令级 视为程式语言的意义 OK 那 程式语言如果有这样的意义 那自然语言的意义又是什么 那我们就可以把自然语言翻译成什么样的指令呢 其实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好了 电脑可以执行的 其实就是CPU可以执行的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自然语言翻成CPU的指令串 那其实也就完成理解动作 但是这个有点远哦 因为你看自然语言要翻成指令串 比如说帮我把Facebook打开 然后念出今天的留言给我听 哇那它做了多少动作 它打开浏览器 哇那浏览器是谁设计的 我都不知道要翻译成指令串 我怎么知道怎么翻啊 但是我可以写个程式打开浏览器 这个我做得到 所以那个程式太远哦 会让我们觉得 如果翻译成CPU指令串太远了 那不翻译成CPU指令串翻译成什么呢 我们翻译成动作串 OK 我翻译成动作串就是 比如说帮我把Facebook打开 然后念出今天的留言给我听 这时候电脑可以把它翻译成几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把开浏览器 电脑可以打开浏览器 接下来呢 它连接到Facebook OK 就连接到这个网址 输入使用者的帐密 它知道你的帐密 它就自动帮你登录 OK 接下来登录之后呢 它进入那个讯息画面 OK 到了讯息画面之后呢 它把讯息画面上的文字 再呼叫那个语音输出函数 文字转语音的程式 去输出 假如它能够做到这一连串的动作 那我们就说这个程式可以理解那个语言 OK 那这是太困难的一个动作 目前的话呢 其实